热点资讯时事点评 大家好 我是小枫 蔡英文还没正式篡美 台当局就收到了一个 可谓是沉重打击的消息 邦交国宏都拉斯 即将抛弃台当局 与中国大陆建交 宏都拉斯总统 奥马拉卡斯特罗 在推特上发文称 宏都拉斯将与中国建交 以要求该国外长雷纳 着手处理与中国大陆 正式建交事宜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 15日表示 欢迎宏都拉斯方面的表态 另外 台当局召见宏都拉斯 驻台官员表示抗议和关切 希望对方谨慎考虑 误落入中国圈套 也从侧面证实了中宏建交 很快将成为继承事实 讽刺的是 根据台湾驻宏都拉斯大使馆 网站消息 2016年在宏都拉斯首府建成 中华民国广场 广场建有孙中山铜像 和12米高的台北101大楼模型 双方的身后友谊 令人感动 值得一提的是 此事发生在大陆方面 公开改变了对蔡英文的称呼之后 大陆方面之前在回应 蔡英文窜访美国一事时 公开给蔡英文定了姓 将其称为台独分裂分子头目 而不再以所谓的台湾地区领导人和台当局负责人对其称呼 外界称这释放出不一般的信号 事实上 卡斯特罗早在竞选总统期间就明确表示 只要胜选就与台当局断交 转而与大陆发展关系 但是在卡斯特罗上台后 并没有第一时间兑现承诺 这可能与台当局的金元外交 以及美国政府的施压有关 作为发展中国家 又身处美国后院 想要完全摆脱对美国的经济依赖和政治影响 并没有那么容易 实际上 虽然台当局多次吹嘘 与友邦交往甚密 但两地经贸往来规模并不大 台湾地区仅是宏都拉斯的第74大贸易地区 双边贸易额只有宏都拉斯与中国大陆的十分之一 对宏都拉斯来说 显然中国大陆能够提供更多经济建设上的帮助 但由于中宏始终没有建交 两国经贸关系没有取得进一步发展 反而在2022年呈衰退趋势 原本美国为了拉拢地区国家 也是宏都拉斯的重要金主 但随着全球经济衰退 美国自顾不暇 对中美国家的援助也是口惠而实不至 所以此次宏都拉斯才打算推进与中国建交的事宜 希望搭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快车 由于我国已经跟宏都拉斯的邻国 尼加拉瓜复交 很大程度上掌握着与周边国家建立关系的主导权 完全可以以点待面 通过加强对尼加拉瓜的投资元件 来带动地区国家与中国建交的热情 几天前 美媒《外交家》杂志披露 太平洋岛国密克罗尼西亚联邦 密谋与中国大陆断交 转而与台当局建立所谓的邦交关系 尽管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建交 台当局需要满足密总统提出的一笔 15.4亿新台币的援助费用 但其人乐此不疲 将此事视作自己获得国际支持的成功案例 在岛内大肆炒作 熟料台当局望眼欲穿 密国迟迟没有动静 倒是中美洲传来了消息 这一下 台当局陷入了尴尬之中 现在面临两个困题 1.要不要对密国提供金援 美媒称 密国即将卸任的总统帕努埃洛 为了促成与台当局的关系 开出苛刻条件 帕努埃洛要求台当局援助该国5000万美元 三年复清 援助项目资金由密国自由支配 另外台当局还得接手大陆在密国的项目 并招募和培训密国员工 这些消息传到岛内后 尽管引起骂声一片 不少人都认为不能任人宰割 但台当局却很心动 愿意高价购买密国支持 但现在好处没看到 坏处提前到来 那还要不要考虑援助密国 就成了个大难题 曾经有一段时间 台当局通过大撒美元 在国际上收买了不少人口几万到几十万的小国家 替自己发声 但这个策略越来越不好使了 首先台当局的本钱有限 民进党当局的外交资源主要集中在美国和日本身上 尤其是当下中美关系恶化 台海危机加剧 根本没有余力去笼络与友邦的关系 其次很多小国穷国也是有气节的 不是台当局能够收买的 另外大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强 小国明白什么才是正确的选择 当下的拉美形势 正呈现越来越不可逆的脱离霸权掌控 独立发展态势 巴西 哥伦比亚等国纷纷左转 委内瑞拉 古巴 尼加拉瓜等国 结成反美霸权联盟 同时经济领域南方共同市场处在推进进程 阿根廷则有望成为巴西之后 第二个加入金砖机制的南美国家 美国霸权干涉拉美的主要方式 包括军事侵略 政治颠覆 金融掌控 这些见不得光的手段 招致拉美民众集体厌恶与反对 加之 美国霸权的全球发难 使其更无精力 更无能力 在拉美制造事变 变局之中的拉美各国 正纷纷做出自己的选择 宏都拉斯转向大陆 将对台当局所剩无几的邦交国 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 这些小国可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 导向大陆 这一幕一旦发生 台当局难以承受 3月15日 根据岛内媒体报道 台媒称 如果巴拉圭反对党 在今年4月底的总统大选获胜 台湾可能再失去一个 所谓拉丁美洲邦交国 巴拉圭反对党总统候选人 埃里格里表示 巴拉圭将与台湾终止外交关系 与中国开展关系 巴拉圭希望能够促进大豆 牛肉等重要经济产品出口 不得不说 尽管民进党当局 处心积虑地推进 所谓的台湾的国际化 增强台湾所谓的国际影响力 但是从实际的效果来看 台湾所谓的国际空间 无疑是越来越小了 明眼人都知道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已经是大势所趋 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才有可能发展与中国的经贸关系 才能搭上中国发展的快车 现在与台湾维持 所谓邦交国关系的国家 还有14个 但我们相信 这些所谓的邦交国清零 也只是时间问题 台当局如果聪明的话 就不该继续寻求 开拓所谓的国际空间 以免遭到更大力度的反制 台当局别说在国际上 寻求小国的支持了 就算在重要国际机构闹市 寻求世界霸主美国出面 也不可能有什么好结果 2022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 就是最好的说明 2022年上半年 在台当局的金钱收买与挑唆下 13个所谓的邦交国 向世卫组织提案 要求接纳台当局参与世卫大会 随后美国国会也提出议案 要求拜登政府帮助台当局 参与国际活动 在美国的带动下 部分西方国家和欧洲议会 都推出了涉台议案 但世卫大会召开后 这些邦交国提交的议案 连大会议程都排不进去 一小撮国家上演的这出闹剧 就此破灭 2022年下半年 美国意图挑战一中原则 将台海问题国际化 于是台当局自以为机会来了 就变得异常活跃 结果在大陆的反制下 美国总统拜登在G20峰会期间 亲口向中方保证不支持台独 这对台当局来讲无异于当面一计重拳 为了反制美国 大陆方面开启了国际大外交 广邀世界各国领袖访华 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 打破了中欧外交疑云 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 让美国彻底打消了联合欧盟 在台海问题上搞事的妄想 了解了过去一年中发生的事情 就会明白 台当局想在国际上搞事 完全没有机会 其每一次的挣扎 都只会让自己的处境更为艰难 毕竟得到多注 失到寡注 台当局如果一再背离 两岸同胞的共同期望 在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 最终绝不会有好下场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您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留言 祝大家工作生活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